到现在我仍然难忘 就是普京刚上台的时候 刚当总统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让一些个寡头 九个寡头 什么叫寡头呢 就是这个人 这个企业家 他是负责俄罗斯的石油 这个企业家 他负责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个人负责煤炭 这个人负责木材 这个人负责进出口贸易 就是这一个国家 让这么九个人基本上都垄断了 他们垄断了之后 然后国家的财户成成了私人的了 把国家财户成了私人的了 然后这些人拿着去 自己办报纸 自己办电视台 自己办广播电台 私人的这个媒体 然后骂国家骂政府 普京上台之后 怎么会是这样的问题呢 他想了半天都想不通 不行 他就给这些媒体 给这些寡头开会 说从现在起 我要重点整治你们 这个你们可以做你的生意 但是不能形成垄断 不能形成垄断 尤其是不能跟政府 进行挑战 你好好做生意 有人不听他 获德尔科夫斯基 我记得当时 他自己办报纸 自己办电视台 天天给普京做队 还到处去游说 普京最后给他关监狱 畅销书啊 大家都会提供到 我自己是有提供的 其实看书啊 你买了不看也行 你放在地方 他是个念想 买一本吧 钱也不贵 我给你推销 这个推销书不算丢人 这个做别的广告 我不敢做 做书 我给你推销书